大家好,现在是3月23号星期天晚上美国时间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我是怎样跨过信心之坎,成为基督徒的 成为神的儿女,享受从神来的平安喜乐 以及生命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恩典太好了 我们叫做福音好消息 我真的是巴不得每个人 我认识的人都得到这份恩典 这份福音,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常常在分享的时候 看到人家的嘲笑,不信任 一直骂我,脑袋尽水 我觉得今天很想跟人家 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信仰 这是太科学了,太有逻辑了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 是一个宇宙创造的主 他是公义的,慈爱的,又是圣洁的神 那么我们呢 相反的方向 相对的来说 我们是一个罪的,误会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 从心里到处都充满这个知识 脑露分钟各种的罪 这个罪就是神所说的原罪 也是我们从小就看到的一个罪 我们不能否认,对吧 那么这个罪的公价呢 在圣经来说就是死 那神又是爱我们的神 又是公义的神 他不想看我们死啊,怎么办 他在这两难之中 他找出了一个救赎的办法 就是派他自己没有罪的儿子 都生儿子耶稣 道成乐生来到世上 替我们上十字架 帮我们付这个代价 以致我们的罪得赦免 那么 如果你承认他 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愿意接纳他 成为他的救 你生命的主 那么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就这么简单 你罪就赦免 那 这个 这样的好消息 你说是不是我要传给你吗 如果不传真的是有祸 因为我不能一个人上天堂 将来我们不仅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不仅呢 金针得到平安喜乐 那也白白的得到了永生 那 你想想前段时间 这个 李文亮 成为吹哨人 大家都觉得 不过听他的就好了 那我现在也想 如果你听我的就更好了 因为这得到的是永生 白白给你的 那 你会想 我也想得到这样 因为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太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 我白白给你 真的不要像我说的 是傻瓜 对吧 那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带你做一个绝世祷告 那你也成为 神的儿女 今天就可以成为 他宝贝的孩子 那现在就跟我来做这个 我们说的绝世祷告 神啊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为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受死 变成复活了 我现在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便赐给我永生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如果你做过这样的 绝世祷告 我祝贺你 天上的父 也在 欢喜快乐 真的 为你感恩 愿神祝福你 明天见